5月28日下午 由台中华文化学院与厦门大学共同举办的两岸学者面对面系列学术活动第三场在厦门大学启动 澳门理工学院名誉教授台湾知名学者邵宗海和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特聘教授刘国申等出席此次活动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党委书记郭锦兴为开幕致辞 就本次对谈主题开展讨论 与会现场 两岸学者围绕两岸心灵气和为话题 以文化与生活为视角进行讨论 活动现场刘国申教授向大家展示了邵宗海教授多年前赠送的麦迪球衣 两位来自不同地方的学者娓娓道来这件跨越海峡的球衣 他作为两岸心灵气和的缩影与代表 象征了两岸融合的情感之身 期间台湾学者邵宗海接受了导报记者的采访 为什么要在两岸里面讲出来心灵气和这些东西 因为两岸有共同的一个民主 两岸是共同的血缘的一个民主 所以我认为我跟刘老师在过去有各种不同的场合里面 一起走过去 就会发现对于这种两岸心灵的气和 未来的这个节奏是充满了 因为有很多台湾的婚姻是两岸的联名 当这种的婚姻里面 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也是我的目睹 我可以发现这个婚姻在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地区然后进入到第一个时候 我看到他们都是相熟的非常旷 从中国大陆过来到台湾 或者台湾到中国大陆去 他们都有一个非常坚强的相同的文化作为核对 这样的一种语言上面文化上面的这种相同 是不是让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接近 会议尾声 两岸学者共唱 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 共同表达了两岸同胞对和平美好生活的项目